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半岛局势的趋缓 韩国又开始考虑战时指挥权的问题了 5月13日新华社报道 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称 韩国如果能在2023年完成新一轮防务改革 届时将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和平时期的指挥权 另一部分就是战时指挥权 这两部分开始都掌握在美军手里 1994年韩国收回了和平时期军事指挥权 由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议长行使 但战时作战指挥权 一直由韩美联合司令驻韩美军司令行使 其实韩国一直希望收回战时指挥权 但是却迟迟没能如愿 2007年2月 韩美商定于2012年4月17日移交战时指挥权 2010年6月 当时的韩国总统李明博 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又商定将移交时间推迟 到2015年12月1日 2014年10月 朴槿惠政府与美国协商再次推迟 商定21世纪20年代中期具备条件后进行移交 韩国现任总统们在赢代竞选期间 就承诺在任期内收回战时指挥权 这次韩国军方首次公开提出收回这一权限的确切时间 应该是不会再如前几次一样 不断地推迟移交时间 其实随着半岛局势的日渐缓和 爆发战争的危险已经大大降低 美军的重要性在下降 收回军队的战时指挥权 对于韩国来说 可以大大增加在半岛事务上发言权 韩国大概不会忘记 在半岛局势最紧张的时刻 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朝方动武 对半岛爆发战争最担心的就是韩国 身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 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建设成就 一旦爆发战争 经济最发达的首尔地区将变成一片湖海 韩国人可不愿意看着自己多年的建设成果化为一片瓦砺 但韩国对局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只能多次向特朗普隔空喊话 声称对朝动武 必须经过韩国同意 然而 宁眼人都清楚 这不过是韩国人的一厢情愿 战时的军队指挥权都在美国人的手里 美军可以随时挑起战争 根本不用同韩国商量 韩国军队要做的只是听从指挥 可以说那段时间 韩国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国带到毁灭的道路上 这不能不说是对韩国人的巨大精神折磨 获得必要的自主权 才能避免稀里糊涂的 就被美国带进战争的火坑中 也是对驻韩美军的牵制 实之不能为所欲为的行动 美国经常不守规则是有目共睹的 特别是现任总统特朗普 更是不按套路出牌 对半岛和平直到现在也是三心二意 完全不能靠美军的自律来维护半岛和平 朝方刚刚宣布要先行关闭封锡里和试验场 主动迈出半岛无核化的关键一步 为美会谈创造良好的气氛 而美国无视朝方所释放的巨大善意 11日起 仍然和韩国一起举行挑衅性的超级雷霆 Next Thunder空军联合军演 在两周时间内 将有包括8架F-22和B-52战略轰炸机在内的100多架战机参演 这对刚刚缓和的半岛局势来说无以起到相反的作用 美国虽然后口声声欢迎朝方的努力 也愿意与朝方会谈 而实际行动上却在磨刀霍霍 特朗普的诚意有多少值得考虑 尽管韩国也不愿意刺激朝方 但是却无法对美国说不 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 虽然设定了时间表 但是能不能顺利移交还要看美国的 而美国绝不会轻易放下半岛这张 看这张